让我们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上场 有请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 欢迎您 你好姐 小虎姐 你还记得我吗 这么看还真是有点眼熟 您是我仍是第一次录制节目 和第二次录制节目的主持人 哦 录过两次呢 这是第三次咱俩合作 对 第三次咱俩合作 哎呀 这必须得欢迎啊 老朋友了 赶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马刚 今年34岁 来自奈蒙古尔多斯市 现在在北京生活和治疗 我现在是18年的罗以生涯 还有11年的尿度症 我想起来了 当时好像你也是带着这样的 手工编织的这个小物件 拖鞋来了对吗 我还买了一双 我今天鞋还有根 今天姐姐不用你买 今天是这双送给你的 这还是我的脚的大小 送给你的 当年 各位老师都有 都有 麻烦因为我带不上来 麻烦下面的老师 帮我拿一下 好不好 谢谢 我跟你们讲 当年马刚带了 我们的鞋子作品多了 当年马刚带了很多 这个特别酥胎凉快 当时我们一敲二空 这个都是毛线勾织的 是我们一个裁剑人团队 大家伙一起做的 哎呦 这小花好漂亮啊 太阳花 对 太阳花 效忠着 有感 有洋光 我这个就是豌豆射手 对的 对的 那我收下了 好的 我们收下这个 马刚的礼物之后 好好的聊一聊 看看这些年 好的 马刚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经历的什么 好不好啊 非常感谢啊 我先收下了 我印象中 你并不是从小就这样的 不是的 我是后贴的 当时发生了什么 因为是这样 我从小家里面 是非常幸福的 爸爸妈妈都是做个体的 妈妈也开着小饭店 爸爸也是有自己的推土机 但是在我16岁 我下职不能站立行走 得了脊髓瘤 非常不幸的是什么 在头一年 我爸爸一位 故地上面的事故 造成小腿缝碎性骨折 他正在异地 接受手术治疗 而且是 那时候是我爸爸 刚做完手术的第二天 腿上像机关枪一样的 一个高卡 在定在小腿上面 驾着刷拐 坐着火车回来了 我记得我在那时候 在现月住院的时候 我爸爸推开磨的一刹那 当时看到他唯一的儿子 躺在病床上面 他非常的无奈 眼里边含着泪光 想哭又哭不出来那种感觉 不知道说什么 当时还有机会手术吗 是这样 当发现这个脊髓瘤 当时爸爸从外地回来 和妈妈赶快带着我 去了我们道地 就是西北比较 非常权威有名的一家医院 去治疗 但是非常不幸 是以误者告终 当时没有查出来是脊髓瘤 我得的是脊髓瘤 被他们误者为 极细子脊髓瘤 本来是需要开刀做手术 但是他们没有开刀 只有药物给治疗 误者了四到五年的时候 我零六年来到了北京 当然来北京的时候是 爸爸妈妈以及 法子地全都卖了 家无一街 地无一拢 2006年的10月16日 天下的月亮很圆 我看着月亮 躺着卧铺里面 我来到了北京 北京非常有权威的一个 蛇进耐克的一个月 排队挂号就需要排一个月 马上可能要过十天左右 就过雷七年的月代了 我终于得到了 护士长打来电话 说你是马高的父亲吗 今天有床位了 请你们过来 我们家人就觉得 可能属于我人生的希望 就要到了 我痛苦挣扎了五年之久 来到了北京 抱着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终于可以得到 做手术的这一天了 我记得当时 入住了这家医院 下午三点进去了 四点 就是病床没有坐热 四点就出来了 因为常年的 瘫痪 结瘫 有入疮 大夫就说 不适合手术 不适合手术 不能做手术 没有办法 不给我做手术了之后 我爸爸和我妈妈 推着我 从那个医院出来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 那时候还读腊月呀 我们三个 谁也不说话 我就觉得 可能我的人生的希望 我设置我的生命 就此结束了 我捏迹轻轻 遭受那么多磨难 那么多苦难 我来到北京 我寻求希望 寻求我活命的希望 可能做完这个手术 我要回归到 人生的大舞台上面 开启我重新的 属于我自己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一切可能破灭了 所以家三口 其实当时心情都沉甸甸的 极度的自卑 当我路过一个火锅店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虽然说家庭条件非常好 但是我生病比较早 没有正式地吃过一顿 正式的火锅 在那儿没吃过大餐 对对对火锅 我说 爸爸 今天可不可以吃一顿火锅 我爸爸 没有多犹豫 说可以 就和我妈妈带着我就去了 即使说天外面那么海冷 火锅那么 就是说那么热 吃在食体里面 可能也改变不了我们那种 非常难过的那种心情 就像是我们 人生最后的晚餐 后来怎么熬过去的呀 这心里都把这当成 最后一顿晚餐 都没有希望了 车道筛且必有路 只要心里面有活的这个欲望 他肯定会有转积的 也恰好那时候是一个远发的一个表旧 他联系到同样是一个 神经方面学为的一个医院 说可以做我的手术 让他赶快带着我来 就是过月代的那天做的手术 手术效果怎么样 我记得当时做手术是做了八个半小时好长 在背部打开五个骨节 就是脊椎的时候已经发展到 就是需六次需十一了 就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标了 就那个转流就长得像小拇指这么长一样 是一个迟到的手术 手术很成功 但是外外没有想到 因为化疗药物和常年的一些 育药的一些副作用 手术完之后 不出半个月 我就尿血尿 被确诊为药物所爱性助毒 是骨能所伤 就是尿毒质的前期 那时候是连七年的初天 脊髓流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对对对 但是又并发了一个 对 依然很严重的疾病 你可以这么说 你得脊髓流的时候 不影响你生命 当你成为尿毒质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影响你的生命 就等于我们一家人 刚跳出了火坑 又掉入了无底的深渊 让父母压得喘不过来气 所以这个病是要透析的是吧 是需要透析的 一周透析一次两次 到后来现在 一周透析三次 一三五透析 我看你手上戴这个 是透析的这个装置 漏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透析的费用挺高昂的 挺高昂的 到一连年之后 我妈妈告诉我说 儿子 我们不可能远远地靠社会帮助 社会救助 来维持你的治疗 因为你这个是富贵病 我们将来一定要靠自己 你只有靠自己 你才我们才能 长久地维持下去 14年你来节目的时候 好像那个时候也是 我们的编导偶然在 在路边我摆它的时候 发现了我 因为当时其实就是 已经和妈妈开始 做一些简单的 手工编织 对对对对 在这个医院附近 在热闹的地方去摆地摊卖东西 因为刚开始我妈妈就是 每天早上把我推到雪透时 我透析 我透析四个小时 七点半把我送到医院 她开始坐着沟交 去那时候就是在大前门附近 有个天顶小刷品侍查 现在没有了 她每次去了 因为她的老师 给其他的徒弟就是 每个人我只教你一个款式 我妈妈要求说 老师你给我一次性 教两个款式 多教点 多教点 我多学点 可以多卖一些 老师说 嘿阿姨 你这么有能耐吗 你为什么要学两个 别人那么聪明的一些人 然后我们都教一个 你为什么学两个 我妈妈说没有办法 我儿子在医院里面要治疗 我要赶时间回去要接他 然后老师最后就给他教 所以这马刚一路走来 父母的陪伴 鼓励支持 成就了今天 你依然能够坐在这里 算是意气风发地 跟我们教你的过往 对对对 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是吧 爸爸妈妈也来了 那我们把爸妈也请上来吧 好的 来 有请马刚的父母 两位好 你好 还跟当年一样 这四五年没见了 怎么样阿姨日子过的 十年前就是巧多了 我就他家 不跟任何人比 我就给我自个儿比 那你觉得马刚的状态呢 我们马刚也挺好的 比以前巧多了 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告诉我说 就是说我们一路走来 得到过许多的一些好些人是包住 我们虽然说身体残疾了 但是我们的内心 又要积极向上 因为我们摆他的时候 车馆一过来 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忐忑 但是有一天一个队员说 马刚妈妈 你和马刚明天到我们车馆大队 然后我们队长找你们谈话 然后给了一个图纸条 然后当时我 以为要罚款 对啊 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就是不安 我跟我妈妈第二天就去了 去了的时候 因为台车馆的那个 那个半股市 他有台阶 我进不去 我妈妈进去了 进去和那个队长 聊了将近 半个多小时 出来了我妈妈就是 它是哭着的一个状态 手里边拿着500块钱 当时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妈妈就说 这个队长大哥 他就跟我妈妈聊之后 说阿姨 你们家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马刚现在也是 尿度是需要透析 何况你们又带那么多残家朋友 做他们做手工别支 但是北京呢 它毕竟需要 经常就有些活动开会 但是我们必须要得管 你们不要出来摆地摊了 马刚这个一次透析费用 不是500块钱吗 然后我给你 我肯定不拿嘛 我说你让我摆摊 我就够知足了 你还要给我钱 这我哪能拿了 说不行阿姨 你一定要拿上 这是儿子的命了 你这么难 你不是一天天 就为了救儿子的命吗 他们不是警察来 把我们就插入吗 我们跑不动吗 一来了 真的我就一边哭一边说 你们救救我的儿子 都好起来了 都好起来了 就这样他就说 哎呀我天下父母真的是 就是太疼儿子了 你就疼儿子说 救救你的儿子 就那一句话 他都心上都掉泪了 特别苦嘛 因为来北京前把家的房子 就全卖了 做完手术了以后 他爸就回老家 带着才及的腿 在老家还要打锅盖会儿 我那陪着儿子 白天熟夜晚上出去解破烂 解一夜 卖个几块钱 卖几块钱 就感觉到说 这几块钱卖得来 给我儿子能买得吃份好菜 后来到东西了 就去菜市场 解菜包子 夏天在公园里边挖野菜 就一块钱都不省得花 就想到说 一块钱余下 给我儿子交在医院里边 如果欠下人家医院的人 就不会给我儿子看病 说得挺辛苦 挺辛苦的 但是叔叔您看马刚今天来 我看他状态还是挺好的 咱们就把过去的苦肺过去吧 现在开到光明了 咱们有这么多等这个好几个人陪伴 我这一路跑来回老家绝快跑了三年 老家的政府铺 同学木 销售企业 把手达到援助 本来一块就河南超过来 也是特别多的有爱心的人 帮着咱们一家支撑过来的 我现在是想起很多些过去的事情 不过现在一切都可以了 现在一切都可以了 可以了 都好起来了 马刚也能够 我就接触跟我们这三个人鼓勇气 我说咱们没有勇气 咱们一定要创造个勇气 咱们要接苦 富度 只要咱们能接持 咱们注意能拍到 一切的好车果 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那样好的勇气 但是我们拿出十足的勇气 日子就会越过越 但后来就慢慢好起来了 从摆小地摊 开到了网站 网店 直到现在的直播 在前年的时候 自己也是搭了小几个月网红 就是我们摆地摊摆出了名堂 被一个路过的姐姐发现了 然后这么一个小伙子 靠自力更生 挣自己的透析费用 他也没有向社会求助 然后就是给社会那些 所谓的那些求助做个比较 发了一篇文章 被一些网络大为给转载了 一下子就是 小网店也活下来了 接到了 八十万吧 真不错 八十万地带 所以这几年 这个透析费用自己都挣出来了 就是他怎么说呢 八十万就是抛过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土地的 估资 开支 还有一些扯本 也就是算是三十万左右 可能就足够我两年的透析费用 这到现在呢 仍然还要靠自己 真不错 这个能够手工编织 接下八十万的大订单 我觉得看到了一个创造了更多价值的马刚 这和五年前看到一个在病困当中 受到困扰 渴望自救的人不一样 所以今天马刚来到我们现场 也是带着幸福心愿的 是的 那请你上前说出你的幸福心愿吧 好的 谢谢姐姐 有请马刚上前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好的 谢谢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为我的茶姐者兄弟姐妹们 开一个手工加工厂 谢谢 好 来 请回 想开一个手工加工厂 那么多的一些茶姐者兄弟姐妹们 他们都有各自的手艺 不光说做我们的鞋子 还有这么多百戒 我们将来在这个基础上面 要更提升一些我们的这种 手工的制作技艺 让我爸爸妈妈 他们将来有一个归处 因为直到现在 爸爸妈妈 他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他们的家都给我卖了 希望爸爸妈妈晚年生活 能够安靠 更好一些 好 看看我们幸福观察船的成员 能够怎样帮助到你 在我面前的是一对 值得敬佩的父母 因为你们坚守 没有放弃 你们之所以愿意卖房卖地 去举债 是因为你们心里相信 就是我的孩子是能救回来的 我们的日子是能好起来的 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坚持的力量 谢谢 那么这个作品我特别喜欢 很可爱 所以接下来我也愿意把我的这些 飞夷传承人 这样的朋友 介绍给你们 希望你们未来 在同样投入的时间的情况下 能够做出更好的 更有价值的作品 谢谢 父爱如山 母爱四海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 愿意助力马刚的梦想 一千元 希望能助力你 弘扬自相不息的精神 更把我们中华民族 乐意助人的传统美德 能够发扬光大 谢谢 谢谢 马刚你这个 好 网上的这个网店名字叫什么 我们怎么能找到 我妈妈的直播账号叫 农村妈妈在北京 我的快手和抖音叫 励志的小马哥 微店就叫出息社 有出息的出息 出息社 社会的社 其实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看到我们节目 或者在网上我们的网友看到了 谢谢大家 可以去这个小店里 去采购你喜欢的东西 同时我们一些身有残疾 或者身处困难中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 马刚和妈妈这个团队当中 去学习手工编织的技艺 能够自强不息的 帮助到自己 也帮助到更多的人 也希望帮妈妈身体健康 开开心心的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 我们幸福来敲门